好 这起的军宅案已经延烧了一个月 民调机构就分析已经严重的动摇蓝营的基本盘 调查显示执政党副手的支持度 竟然是在三大阵营当中敬陪莫作 王如玄个人的不支持度更是冲破了六成 而且在军宅案爆发之后 民进党的赢人配支持度更是一举突破了五成 台北市松山区的建安新城 一度阴错阳差卷入王如玄的军宅案 整件事延烧将继一个月 传统蓝营铁票这次继续停下去吗 就是有这个原因是 后来是大家都想不再投胎 故意中伤也不一定啊对不对 全台北各大军宅住户 几乎都忍受外界异样眼光 他们心里怎么想 民调机构调查显示 在军宅案爆发之后 三位副手参选人民调出现大落差 欣赏陈建仁的民众占53.7% 徐兴盈支持度27.2% 王如玄只有12.3% 不支持度王如玄则是冲破六成 其他人以一乘一两乘二居后 原本全国知名度不高的徐兴盈 甚至都已经超越王如玄 堂堂执政党副手人选支持度 一口气落后到吊车尾 民进党大佬林浊水直言 蓝营基本盘军公教票员已经被动摇 国民党来说就他的基本材料照顾的并不好 站出来人家就不欣赏你了 那你还有什么互补的功能呢 军公教这个阶层对于王如玄处理 这个军宅案不满意的高达81.3% 这个有分配正义 社会正义的问题 根据调查有68.1%的民众 认为王如玄买卖卖军宅不恰当 认为恰当的只有8.2% 王如玄军宅争议再不平息 恐怕就会沦为这句反凤 压倒倒吵的最后一只骆驼 U10TV林伟续陈亚瑜台北报道